以连锦统 郑伟 你看 那辆车是昨天晚上出去了 这个时间回来 应该拉的是 劳工收的那些日本的工程师 一队 咱们得想办法 搞笑这辆车到底去哪儿 童谣哥 我们在街上看见绑战魁了 他喝多了 哭着喊着说刘大麻子杀了他爹 非得也给他爹报仇 刘大麻子杀的王爷 现在林医生里边特别荒凉 对了 上次咱们去的那个小茶馆也关门了 鬼子司令部那边也静悄悄的 除了几个站岗的 没什么人 不过到了晚上 毒馆和鸡院人还是挺多的 进出的都是鬼子兵 有些穿着西装的应该是日文人 对了 林大哥 你是在临城附近村子里的老住户 你说除了临城县城之外 还有什么比较好的地方 不是说那里儿日本人住的地方 就我俺知道的 这周围真没有了 都是写个破烂的村子 这么说来 那些工程师只要出来 应该去的就是临城 周围 你觉得那火车应该是咱们的突破口 这间的大哥 原来有这辆水平了 没错 火车的确可以利用 但是要怎么突破呢 还在下一番功夫 周围 要不咱们去那边 看看有没有地方更适合观察 走 二位 你们现在有没有觉得 临城安静得有点不太正常吗 太君 您这算是多虑啊 安静还不好啊 您看现在临城上上下下里里歪歪 哪儿还有八路的影子 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您智力得好 老百姓啊只要有口饭吃他就不会造反 那把他才不管谁当家呢 没那么简单 我现在需要大量的劳工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太君 您这不会是 要挖金矿吧 回答我的问题 这可有点难 这附近的村子 已经没壮劳力了 谁说没有 太君 其实把我们两个人的队伍加起来 这劳工还是够的 不管可不可行 年轻人有前途 工年少佐 如果把我们的人都调走了 那临城的治安谁负责呀 这 这个 关键是 还有您的安全问题 我也得替您着想不是 刘萨你说的也不是不无道理 临城确实需要你们 但我让你们去做的是 帮我去抓老公 抓到老公之后 按人头领事 太君 其实临城还是有很多撞老公的 之前我们挨家挨户都登过季的 不行 我们现在必须要保证 临城的人口平衡和繁荣景象 不能变成一座空城 你看你看 还是泰君想的周全 刘萨 东七刚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泰君 放心吧 鱼咬够了 好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来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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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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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拿个 цент休项中 ろう 你擲车都更好 坐 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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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 赶身吧 赶 赶身吧 赶走 赵美套又回来了 赵美套又回来了 大家快出来 快抓到一位人 大家快出来 来 停点 你要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叫什么名字 我叫段叶佳南 段叶 你在机场里面是做什么的 工程师 我不是工程师 我只是负责安装机械的机工 那里面什么时候完工 最近 刚刚接到商机的命令 要求我们提前完工 可是 老工短绝 只能对迟工齐了 你们那些工程师住在什么地方 他们都有什么时候 几天出来一次 听着段叶 就是 回家 后来 一次 距离 然后 跟我在小学生的商业 全部都做了 维izi 哎呀呀呀呀 王队长 最近干火有点忘了 我可提醒你一句 我可是刘大掌柜的人 松手吧 构杖人事的东西 我看你还能蹦了几天 走 走 路走好啊 刘大掌 回去报告他上来的 就算在城里发现了他要找的人 去 莫子龙 老 哎呀 财哥 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小总是谁啊 来来来 走走走 有日子没见去了 哪发财去了 我还能哪发财啊 瞎混呗 怎么着 赶紧包子 行啊 嘿嘿 老规矩 听 兄弟啊 那个线路金啊 钱还真不好赚 哥也借足了 您呢 还是实在实地给的钱嘛 哎哟 哎哟 财哥 您还不知道我呀 我要是真有钱的话 还至于过来吃包子 您小子这段性 什么手段给啊 想着就不一样了 家里喜欢管的也 财哥 听听 这闪着在身上多好听啊 人生啊 就得活个痛快 贼小子 贼得娘坏 那就一把 就一把 行 行